就越来越显得大家都要跟 那么我现在回过头来就讲 胡温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风再刮下去 你躲都躲不掉了 就要抢你的位置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这个位置一抢啊 下面就是你死我活 你自己的权利 你家族的权利 你家族的利益 到你一下台全都没有了 所以他必须要安排自己接班人 自己下面的人能够保 这是在这个邓小平以后的 这个历届政府历届当权者 都是同样做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保卫自己的权利了 到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出来说话 但是他不能够去正面的 去否定红歌 但是他可以利用 中共曾经做过的一些决议 就是说他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 他也要去争政治政权 但这个相对来说呢 是一个被动的措施 而现在红歌这一派 至少是薄熙来这一派 仍然是在取一个进攻的态势 但是如果我们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的话 这就牵涉到共产党的一个危机 这不是我们现在 就要回答观众提问的问题了 是 好 那么我们先请一下 陈博士回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 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 以及说法 我觉得刚才有一位听众谈到这个 现在唱红歌是回光返照 我觉得这个概括倒是蛮准确 确实我们回想一下 在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 还有信心的年代 像80年代 甚至90年代 共产党都不需要去完全 起零于这个所谓的历史歌曲 因为他觉得他的政策 就有一定的号召力 老百姓能在多多少少 在某种程度上 还大体上信任这个政府 或者期待这个政府 能够纠正腐败等等问题 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 最近几年的局势 已经到了 用国内一位干部子弟 叫张牧生 他和刘元这个太子党 有很密切联系 张牧生在最近接受 这个领导者杂志 国内的一个杂志 采访的时候 说了这样几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 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 这句话的前台词 是共产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一个他们对大局的判断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 共产党已经觉得 他除了靠唱历史歌曲 来呼唤老百姓 对共产党的认同 再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他还有一句话 讲得很露骨 就是说现在当任的人 是抱着定时炸弹 在击鼓传花 什么也不办 那原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胡温现在是什么问题 都解决不了 也不想解决 就把这定时炸弹 准备抛给下一代的拉倒 所以叫击鼓传花 就是等到把这个十八大熬到了 把这个难题一交 他们就甩手走人了 不管了 那么他们是站在下一代的立场上 下一代领导人的立场上 希望说能够 这个重新挽回他们统治退市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评论员谈得很好 就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唱红歌 共产党似乎是这个有一定的 这个在国内似乎还有一点感召力 因为很多老一辈的人 一唱起这些歌来就觉得 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的一些记忆 这个现象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老 老一辈的共产党员里头 是很普遍 比方讲我在俄罗斯我就看见过 俄罗斯现在的共产党 动不动就唱那些歌曲 因为他们的党员都是七八十岁六七十岁 这些人除了记住这些以外 没有别的记忆 但是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 唱红歌同样给共产党带来更大的危险 这一点是薄熙来现在完全顾不上 或者说他根本不管 所谓更大的危险就是 红歌里还有大量的其他的 号召革命号召造反的歌曲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他还都记得文革时期有一首造反有理的毛泽东语录歌 如果说红歌继续唱下去 那么就会有人把这些歌搬出来唱 这些歌也同样是共产党把他们称作革命歌曲 而且是毛泽东语录 他还不能说这歌反动 但这歌现在要搬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如果把这句话搬出来 大家在网络上传 我想现在谁都明白 如果现在要造反反谁 那只有反共产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想现在的当政者 哪怕下一代的当政者 习近平同样担心 唱红歌再唱下去 很可能唱出一个更难收拾的局面 所以薄熙来是在玩火 这个火玩的不好 会把共产党烧掉 好 谢谢陈博士 那么我们再先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加州的黄泰 黄泰你好 您等候多时了 你好 主持人 我现在特别展开有两个问题 请说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机制呢 它这样的做运作呢 它把恨不得把它所有的东西 基因到 传到基因到下一代 咖啡到下一代 连基因甚至都带它的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交给 现在的人和下一代人 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土地 生自己 养自己的大地 所以人们去 叫人们去爱这个党 从来都对这块土地 不发自内心的爱 这就是我的概念 想法 非常谢谢黄泰 那么我们再接听大陆陆先生的电话 陆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家民好 你好 薄熙来主导唱红歌 那个但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呢 他又说 共产党要有优幻意识 胡锦涛在提议讲话中 也提到了 要有优幻意识 这个 这证明了 中国的派系斗争 好像公开化了 觉得 请问嘉宾 这样公开化 是不是 使共产党分为两派 这样 更显得 对 他共产党 自己的改革 党内的民主 有所帮助 甚至对中国的民主 有所帮助呢 请问嘉宾 好 是不是这样也 好的 谢谢路线 那么我们请 朱博士 我们回应一下观众朋友 刚刚还有一位 日本顾先生的一些问题 对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 共产党 不管他分多少派 那么 能够公开跳出来 能够这样 沾动很大一片 这个 一个动作的 那么 必定是符合 共产党的需要的 如果他的这个动作 是危害 从共产党自认为 有危害的话 谁也掀不起来 那么一旦 就像刚才 河河先生讲的 所谓政治正确 他这个做法是 他说得出很多理由 说是为共产党的 这个政权服务的话 即使是再荒唐 谁也没有这个可能 站出来公开的制止他 那么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他疯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摔倒为止 所以你可以理解 他是这个回光返照 你也可以理解 为他饮症止渴 你也可以怎么说都行 但是他实际上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有些人 不同意他这个做法 拐弯抹角的说 他是这个什么 鱼猎也好 或者怎么样 不可能再搞文革也好 但事实上 共产党自己也知道 他要公开的说 我们走回文革去 那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 使得你仍然对共产党抱一幻想 仍然用自己的 这个亲身的经历 来证实说 以前还是比现在好 以前的共产党 好像比现在还要有所作为 那么这实际上 就达到了 他维持政权的作用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不管薄熙来怎么封 那么中共作为一个整体 允许他这样去做 是因为他符合了 共产党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不分党派 也不分派别的 好的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到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再继续进行讨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 中国掀起唱红歌的红歌热 那么我们现在 刚刚在之前谈了一下 分析了有关于红歌方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老百姓 他可能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对于目前当选者的一些贪腐的问题等等 那么在中国大陆上 还有一个现在有一个乌有之乡 那么这个组织或这个网站 它是一些就是我想请横和先生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来谈一下 乌有之乡 还有一些跟毛相关的 就是目前有一些社会大众好像有一些人 他们在要想回忆的毛时代 想要回复毛时代等等 你从乌有之乡先介绍一下好吗 乌有之乡最近大出名 实际上是因为毛雨士的一篇文章 就是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那么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乌有之乡大家 其实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网站就是一批比较左的 就是特别是文革派 或者是西方说起来就是 就是毛的原教旨主义者 那么这个网站呢 集中了这么一批人 那么他们呢就提出来 就是因为毛雨士提出来 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嘛 就揭露了很多 实际上他是在评这个新子林的一本书 那么这些人就非常气 结果呢就掀起来一个运动 签名运动 就收集了大概有五六万个签名 就说是要公审公诉毛雨士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当然这个气势造的非常大 但是呢 然后呢就甚至在北大 好像还开了这个声讨大会啊 公诉大会 那么当这个上海 这个乌有之乡的三个代表 去投诉的时候呢 结果反而被警察打了 被警察打了 这个根据毛雨士自己披露呢 就是说警察也找了他 就告诉他呢 就是说你也冷一点 他也冷一点 就是双方都冷静一些 那也就是说 已经通知对方也冷静下来 就是那边不公诉你了 你也不用再去提毛泽东了 这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当局不得不出面 把两边都压下去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 一个呢就是 我们仔细回过头来看 就自从文革以后 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反思过文革 或者是反思过毛泽东 所以现在说 有没有文革的土壤 其实文革的土壤 现在你看全国的红歌 就不仅是文革的土壤了 就是文革 文革实际上 不是说当时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卷入进去的 有很多人不同意见了 越到后来不同意见越少 是因为越到后来不同意见 越被压下去了 所以有大部分人是被 是被裹挟的往前走的 现在唱红歌 就有这个裹挟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你随潮流走 就逼着大家随潮流走 不走还不行 那么乌有之乡 之所以一直能够这么 就是这个网站一直在 因为中共的网络封锁 是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要留他在 就是说这个是允许的 为什么 他不能否定毛泽东 他一否定毛泽东 就否定了他自己 因为中共他自己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但实际上在政治上 从来就没变过 政治体制从来就没改过 他在这个规定 中共的这个整个思想体系 一路下来的时候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实际上是在最重要的地位 从来没动摇过 这就是红歌今天能够 成为政治正确的一个 最主要的基础 是 好 那么陈博士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接着 恒河先生他所提到的这个 您看在中国大陆 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政治 他可能要向左转 就是依着这个红歌的热 等等 无有之乡这些 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倾向 中国的政治要往左转 还是它起不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的政治 要往左转的可能性 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今天的中国的各级官僚 哪一个不是贪官 哪一个不和商界 有千丝百缕的联系 从中捞了巨额的款项 他们很清楚知道 只要往左转 那么 对 对 所以